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代表我母亲跟你握我手 代表你母亲 我们刚才说你的简历 还有一些行为习惯 再加上你19岁就进入社会 我们猜这个人身上是不是会有点江湖 多少有一点 多少有点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你看我们这也有江湖匪气的张苏宇 刚才一个boss说我19岁 其实我哪有19岁入一个集团性公司 直接做到销售总监 那怎么可能呢 我在这家企业做了六年 我的第一份入职场就是这份工作 我一直伴随这个集团破产 破产的那年我是做到了总监 之前我是店员 店长 零售经理 大区经理 大客户经理 销售产品负责人 最后才是做到销售总监 是因为你做到了总监 你越来越高 然后你的公司破产 那就是因为你做总监才破产呗 就是你逐渐地深入了公司的核心部门之后 公司就倒了 我跟你说公司倒闭绝对跟销售总监有关系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业务太少了 我是做的资金供应链 我的老板对我的帮助是超级大的 我给公司带来的东西 一些细节方面的可以提吗 那我就问你一下 你作为公司的高层 你什么时候发现公司察觉到有问题 2014年 发现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负责的产品又做的 你看他说话的姿势 那江湖器就出来了 江湖器不是坏事 分成两方面吧 因为他19岁出社会 然后比较早 而且他一直都做的是这种销售啊 所以他身上沾染这些很正常 不过他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不要让他的江湖器 变得那么的油腻 那个察觉到了什么问题 回款 然后准备上市的时候倒闭的 并购方案出现了问题 你也知道集团准备上市的时候 大量的财务税务这些报表 所有东西要正规化 而我们一年一百个亿左右的一个流水 我自己一年就扛四五个亿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 好多好好多细节 资金那段 资金没有到位 然后支撑不下去了 我特别感兴趣 你在你的简历边 说到就是你15年的时候 挽救了一个几百万的大客户 这个是 2015年的12月3号 集团破产 我2015年的提前半个月 我就觉得公司会是要出问题 那个时候客户给我打款 然后我意识到资金产品 肯定是 肯定是要有问题了 具体什么时候 我不敢保证 我连夜买了机票 跟我们总裁 我打完电话 我老大我要赶紧去总部里面 我让财务总监马上配合我 把我所有的应收发票 必须要给我开出来 那些税务就几十个亿的发票 在账上发了 开不出来什么概念 然后挽救现金的老板 是我现在的老板 我现在给他干操盘 他对你的最大的回报 就是他给你现金奖励了吗 还是就是把你带过去了 怎么可能 我当时也没有跟他走 我当时是做了第二份 我们总裁拉着我们 我们一起去创 我们一起去出事 你是隔了一层 然后再后来被他拼用了 对对对 他依然是我的客户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这个行业现在严重地下坡路 我问他 手机是吧 非常 你知道我卖一台 比较关注的吧 听我新出的这个 这个麦克斯 你知道卖一台赚多少钱吗 多少钱 我让你猜 土力老师 十块钱 那不至于 昨天我卖了七千五百台 玩了两千多万的流水 赚了一千七百五十元 你认为这个行业我还做吗 我差点没亏了 我跑得算快的 卖七千多台赚一千多台 七千多台知道多少流水吗 把所有的签名上加上 前进后加进四千万的流水 四千万你赚多少钱 一千多块钱 我四千多万的流水 从打款我开始吹 吹到下载 我忙了所有的团队配合我 赚了一天 我这个行业 我真的是不能再干了 从你在手机行业里摸爬滚打 这么多年 你觉得有什么能力 是可以平移到 你现在要面试的 这家企业当中来的 你总结一下一二三 我行业大客户的销售经历 那个不是卖给同行 那个是卖给哥哥的企业 包括当当网 聚美 渠道能力 还有什么能力 商工拓展 集团成立北京分工资总部的时候 六个人 我一个背包 当天晚上坐飞机来的 最终集团破产的时候 北京分工资将近八百人 那你很有开疆拓土的能力 还凑合吧 你好谦虚啊 刚才我们说了 你这个能力的平移 你的优势 转行的优势 你觉得你做了这么多年 手机 你转行的劣势是什么 劣势肯定是产品吧 产品 我的优势在于产品 那我的劣势肯定也是在于产品 这个我很清楚 怎么说 可能比如说去一些互联网 包括一些互联网教育型的产品 我肯定要有一个熟悉产品的过渡期 这过渡期大概有两三个月 我的学习能力 我自认为还凑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这个是13年跟14年 两个年度的集团销售冠军 都是第一名 这个个人销售额两一家 然后那个团队是 应该是4.75亿 我的个人应该是2.23亿左右 这个是第二份工作 然后我在这个公司做了大概一年半 这是一个股权的证明 和当时接受采访我作为公司的发言人 你的这些证明 看出来你的销售额也很大 对吧 然后又得了各种奖 但是现在我们想知道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比别人做得更好 能够达到你的销售业绩 你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些实力 你好 许总 我认为销售本身的原则就是 就说一个案例就可以 我比较能吃苦 你要说案例方面呢 我给你举一个 当当网的一个案例吧 你就说一个案例把它说透 我当当网的一个客户 一年吃了一个多亿的流水 然后也是一开始拿不下来 拿不下来之后 我让boss协助我 当时也比较有难度 我通过很多的人脉关系 找到了李总的助理 然后我跟他说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诉求 我能给你们带来什么 你们找我来 找我拿来进去 我比全国这些供应商 能给你们提供什么 有样的便利 货款 资金 物流的速度 我们都能想办法来解决 我们合作了大概 应该是我最深度的 合作了有两年 我听下来就是说 你通过关系 找到了李总的助理 你就说你在这个上面的 这个是你的擅长 但是这个能力 你到其他行业里头 你觉得是可以带过去的是吧 就是关系影响是吧 不是不完全是关系影响 主要还是因为 我不把自己的 我从不错把平台 带给我的能力 我当成我自己的销售能力 还是平台的价值 当时的地位摆在那里 你上一份工作是多少钱 底薪30万 综合收入拿了多少 70到80没问题 那你这次到我们这来 要求多少 15K底薪 太低了吧 没问题 你看你也是个老江湖了 你肯定是有准备而来 你想去哪一家 我说实话 能在青岛给我提供岗位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第一轮选择 虚虎刘 还有三轮选择 上班期间 刷到了领导 一分钟前发的朋友圈 你会立刻点赞或评论吗 不会 因为在上班期间 如果我点赞 就没有我在网手机 你很聪明嘛 好厉害 他很机灵 那你选择什么时候点赞呢 下班时间吧 第一时间点赞 那也就是说 在他发出了之后 在下班之前 这段时间你在煎熬 煎熬 我不煎熬 不煎熬 我觉得如果领导的话 很多人会给他点赞 他不会特别在意我的赞 你们来解读一下他的答案 其实的话 老板上班的时候 他在发朋友圈 你看到你为什么不去点赞呢 我觉得没关系 丧凉不让下凉歪嘛 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 向上管理也是一门意思 不是 你说真的 人家点赞 会不会认为他没有 不是 我觉得 如果是老板真的在点赞的话 他跟你开玩笑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觉得你都能发我 为什么不能点呢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老板下班提前走 我为什么不能矿工呢 老板上班迟到了 我为什么不来上班呢 这是两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没意思的嘛 我觉得人家回答得挺好的呀 对呀 任何一个老板 都不希望你的员工开小菜的 哪怕是一点点 而且我发现 其实刷朋友圈 不是一下就能刷到的 你至少得花个两三分钟 刷到了 看到了你才会点赞 对不对 那说明你就是没有安心工作呀 挺好的 来 第二轮选择 去后来 剩下来的都是不介意点赞的 还有四盏灯 来 请翻牌 四千 包住宿北京 六千 不包住宿你写它干嘛你真 不 我必须要特别澄清 四千 包住宿我没看错吧 包食宿 包食宿 包几餐 三餐 既然都有住宿 那我就问一下了 你那个住宿是单间吗 两个人一间 而且主要是在国贸住 不小心又炫耀了一下 你那可以男女混住吗 没有那么刺激 你那是单间吗 我们不是单间 在哪住啊 也在... 离国帽也不远 在东三环 来 我们这边就在东三环 杨泽西 你这边 有包住 住哪儿啊 国贸附近 行 那一男三女 三个女人都包住宿 还有包食宿 包三餐 就那个老男人 啥也不包 好 你考虑一下 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好吗 好刺激啊 去吧 好 好,灭掉了国贸三 不好意思 还剩下国贸一、国贸二 今天是一个比较纠结的 一个世界 好 国贸一、四 他把布包灭了 来,有请国贸一、国贸二 彈前不上感情 这个薪酬还可以吗 可以 好难选啊 都是四千 我觉得两位女老板 稍微加一点嘛 底薪的话 我觉得加到四千五 还是比较合适的嘛 对吧 小姑娘真的是不错的 富尔特是有提成吗 不 不是有没有提成 因为我觉得这小姑娘 在市场价的话 四千五是值的 因为我很少帮助选手 来提升工薪水的 你啥很少 你颜值高的你都帮 可以 我愿意加 对 美济好的理论 告诉我们说 看着美丽的 其实就值那些 你的这个怜香虚欲感动了我 不不 这个我们还得尊重当事人 你要加吗 有 你们俩有提成 对 你加吗 我愿意给他加 那写上去吧 好嘞 这个要给布尔特点个赞啊 我不加 因为我觉得我想看他后期的发展 因为我愿意给他活动策划这个职位 然后我们刚刚拿到北京艺术周的这个这个艺术展的这个活动 所以接下来有很多活动策划的这个你如果做得好的话应该薪资在六千家左右 好考虑一下 好 来 十秒钟 幸福社 易卡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什么意思啊 库尔特你先打自己一个耳膜好吗 对 好 来 我的天哪 你告诉他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我现在的需求就是希望尽快的实践做一些时间策划这些的一些方案 那你要人家加五百干嘛 你不玩人家吗 我刚才特意问了一下尊重你的意见要不要加 你要加 那脑子比较默 选不选 不选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位老总加了这位应该也会加 你是利用他来让他加是吧 结果他没上刀 行了 你可以啊 你不点赞了 来来来去吧去吧去吧 啊啊啊啊